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最后一批队员 昨天乘机回到北京 此次回国的代表团包括中国举重队 中国艺术体操队 以及中国女子曲棍球等队伍 他们乘坐CA562航班从巴黎直飞北京 上午11点左右大部队走入人们视线 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 在巴黎奥运会中为中国代表团摘得第40枚金牌 热情的体育迷们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而回到祖国怀抱的队员们 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艺术体操集体全能金牌的中国艺术体操队 更是成为现场瞩目的焦点 只能说松口气吧 就是很开心 很为我们这个项目开心 也很为我们这个团队开心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结的 然后向上的这样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一直坚持 然后终于能够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感谢观看 这都很成功 谢谢 谢谢